男子开车前往老宅 傍晚时分 他却突然不见了 把车停到闹 然后就再没有任何的这个轨迹了 家人寻找无果 警方介入 竟然也是音讯全无 查到了很多天 就没有任何的线索 无缘无故 一个大活人到底去了哪儿 失踪之后的第十天 他的衣物突然出现 人却为何依旧无影无踪 敬请收看传奇故事 消失在老宅边的男子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主播金飞 牛奶加花生 大力扛小恶 银路牛奶花生 邀请您收看传奇故事 前些年看过好几个这样的新闻 说是有些人家宅翻修 盯着光浪一阵子挖 结果挖出了意外之喜 这百年老宅的架子居然藏着银园 修房子挖出钱 适喜适忧 当事人冷暖自知 但是我们今天要说的 却是一件发生在老宅边上的怪事 有这么一位包工头 开着车去了自家的老宅 可是到了晚上 整个人却消失不见了 听起来好像有那么几分诡异 对不对 我们一块去看看 这里是内蒙古自治区的乌海市 2021年4月11号 有个叫郭晶的女子 来到乌海市公安局 海国湾分局报案 她说自个儿的父亲郭斌 从4月9号晚上开始 就联系不上 郭斌49岁 在乌海市某建筑工地承包工程 一个包工头 业务繁忙 业不归宿是有可能的 但如果连手机都关机了 这就不正常了 郭斌是怎么不见的呢 一查他的行动轨迹 警察觉得这事还真有点奇怪 线索显示 4月9号下午 郭斌先是到工地上走了一趟 然后就开车去了 海北村的一个边缘角落 这里是郭家老宅的所在地 他又驾驶这个车 到了他有地的老宅 把车停到那儿 然后就再没有任何的轨迹了 没错 到了自家老宅之后 郭斌就离奇失踪了 这就奇怪了 郭家老宅就这么 普普通通的几间房 就算是藏根针 恐怕都能找出来 就更别说一大活人了 郭斌到底去了哪 难道还是上天入地了不成 您可能会说了 既然郭斌的车在家门口 他肯定就走不远 会不会是去了附近哪个地方 一时之间没有跟家人打招呼 跟您说吧 要真有这么简单就好了 据郭斌说呢 发现父亲联系不上之后 他和家人呢 其实已经发动亲戚朋友 找了一大圈了 可是整整两天下来 根本就一无所获 当然了 普通人不擅长 寻技追踪这也正常 专业的事 还得交给专业的人来做 像刚才说的那样 郭斌报了警 可是警方一找吧 竟然也是空手而归 在这个人报失踪之后 我们公安机关 就是开始立案查找这个人 但是查找了很多天 就没有任何的线索 郭斌就像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 彻底消失了 连警察都找不着 这显然就不一般了 首先 如果郭斌真的是碰到了什么 要紧事临时出门 那他至少应该跟家里通个气 对不对 而且在退步说 就算是郭斌 没时间跟家里联系 但是以如今的技术手段 想要找个有名有姓的人 应该也不难 现在一点线索都没有 这就有点奇怪了 这郭斌他就印象是 人间蒸发了一样 音讯全无 难不成是出什么意外了 比如说一不了心掉坑里去了 求救无门 而不 对着寻找的一天天持续 警察心中浮现出的 是一个越来越不祥的预感 寻找进行到第十天 在海北村外的一处树林里 警察和郭斌的家人 发现了一些郭斌的衣物 找到了这个郭斌 当时身上有可能是穿的 从内到外的所有的衣服 都是在这个这片林地里找到了 又过了几天 在一处机警的附近 郭斌被找出来了 正下警察一直以来担心的内亚 这个时候郭斌早就已经死亡了 我们在这个井口附近 发现了一块这个比较新鲜的土 那么通过这个挖掘这个土 发现这个尸体就埋藏在这个 比较新鲜这个土的底下 失踪之后 郭斌果然是出事了 经过勘验 郭斌的死因也被弄清楚了 他的头上有多处顿气伤 尸体也有明显被破坏的痕迹 换句话说 郭斌就被人加害了 一起离奇的失踪 最终走向了最坏的境地 面对这种痛彻心扉的悲剧 郭家人的情绪瞬间崩溃 而对于这桩案件 警方也是格外重视 他们立刻就成立了专 发生这种案件 我们肯定是要确立以赴 以最快的速度 破坏这起恶性案件 一旦开始调查 确定方向就很重要 结果排查 嫌疑人谋财 或者是情感纠葛的可能性都不大 那他和郭斌之间 到底有什么解不开的仇怨 以至于这个事件会走到这一步 案情分析会上 周边村民对着郭斌的一个评价 引起了侦察院的注意 个性要强 尤其是在关乎利益的问题上 是个绝不吃亏的人 这是和郭斌打过交道的人 对郭斌的一致印象 不吃亏到什么地步呢 据村民苏某回忆 就在前几年 因为土地边界问题 他们家就跟郭斌闹过矛盾 郭斌的行为可谓是相当过激 他先后两次拔掉了苏某种下的树苗 然后到了后来 双方还差点动了手 后来因为这个事呢 苏某还向法院起诉了 告了郭斌 虽然对中双方接受了调解 暂时是平息了这个纷争 但是钉子拔出来了 窟窿还在 这几年 双方的关系始终不太融洽 从这件事里头 我们也能多少看得出来 相比于苏某 郭斌的这个性格嘛 显然是比较强势 也比较容易冲动的 像这样一个人 平时会不会跟人结仇呢 而且别忘了 郭斌是个包工头 平时接触的人 也是鱼龙混杂 会不会是 卫坚得罪了什么人 遭到了蓄意报复 围绕着郭斌的社会关系 侦察家们 立刻就忙碌起来了 当时我们把所有的 有可能的一些矛盾 一些焦点 都纳入我们侦察世界 很快 还真就找出了一个可疑对象 可是这个人的身份 就叫人十分震惊 这个人叫郭玉 从名字里也能看得出来 跟郭斌的关系 非同一般 事实上 他是郭斌的亲哥哥 什么 亲哥哥 有人可能要说了 人命关天的事 那可不能乱讲话 郭斌和郭玉 异母同胞 就算平时有什么摩擦 也不足以走到 结仇的地步 而且再说了 郭玉平时住在 这个海北村的老家 而郭斌呢 他常年在外头承包工程 这俩人按理来说 也没什么太多的交集 怎么可能突然之间 就起这么大冲突呢 这案组对郭玉的怀疑 到底有什么依据呢 这个要说起来吧 还真不是三言两语的事 原来 在走访过程当中 侦察员了解到 郭玉和郭斌呢 虽然是亲兄弟 但是平时的关系相当冷淡 他和他哥哥 跟这关系怎么样 他们关系也不 也不咋样 反正也不咋样 也不咋来往 就是见面说话 什么的吗 我听他老大说 也不咋说话 有一天 他家老二 在这跟我 在这店做的 他老大来了 老二就走了 也没见说话 和就是这么两个 见面都搭枪的人 案发之后 郭玉却一反常态 始终这段时间 老大每天 过来询问 他弟弟这个情况 每天都问 郭玉什么时候 这么关心弟弟了 不仅如此 侦察员了解到 就在案发前后 郭玉还曾经对人说过 他打算卖掉房子 离开乌海 到外地 找自己的儿子去 可是他明明 在乌海生活得好好的 为什么突然要走呢 除此之外 在侦察员看来 郭玉还有作案动机 刚才我们也说了 这些年呢 郭玉和郭斌的关系 一直都很冷 但可您知道 这俩人的矛盾 有多深吗 可以说是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首先一个矛盾 是和两人的老母亲有关 老母亲80多了 身体不太好 甚至呢 都没什么生活自理能力了 平时只能靠几个 子女轮流赛养 作为孝子 在母亲的照料上 郭斌那是毫不含糊 你每天都要回家 换这个尿布湿 晚上还要做顿饭 喂他的这个老母亲吃饭 他是最关心 这个老母亲生活的 平时怎么安排他的生活 怎么轮流照顾 都是由他去安排的 可即便郭斌对母亲 无微不至 但之前别人也说了 他是个不肯吃亏的人 尤其是在 关乎利益的问题上 哪怕对方是自己的大哥 也不能例外 好 好 没什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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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养问题之外 对于这兄弟来讲 还有个核心矛盾 也是跟土地有关 当年父亲去世 留下二十亩荒地 照理来说 这地该怎么继承 应该几个子女 商量着来对不对 可是据了解 当时郭宾二话不说 就独占了父亲的这份遗产 可想而知 对于弟弟的这种行为 郭宇是相当的生气和不服 很快兄弟俩就法庭上见了 虽然最后经过调解 郭宇拿回了一部分土地 但是从此 兄弟俩的关系 却降至了冰点 通过我们调查完之后 发现兄弟俩之间 有这几个方面的矛盾 就想到了这一点 是不是可能因为怀恨在心了 是不是他有这个想法 有个东西要做之事 真的会是如此吗 别说 在郭宇家的小仓库里头 侦察员确实有个心惊肉跳的发现 在这个杂乱的仓库里头 侦察员看到各种各样的工具 堆放到一起 尤其是令人震惊的是 其中有些工具和地面上 竟然还有血迹 都沾完了血迹 最近这个现场 我也是心头一几 感觉他 这个现场 都满足一个作案条件 是啊 如果说之前的种种线索 都还只是推测的话 那这么多的血又该如何解释呢 调查进行到这 郭宇身上的嫌疑 似乎是越来越大了 身为大哥 他竟然有可能 加害自个儿的亲弟弟 这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 可这事真的会是如此吗 只能说 我们今天讲的这件事 绝对没那么简单 看起来 郭宇确实是嫌疑很大 对不对 可是就在侦察员紧锣密鼓的 对他进行调查的时候 一个意外出现了 而整件事情 竟然就由此来了个 180度的大反转 发生了什么呢 牛奶加花生 大力扛小恶 引路牛奶花生 要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 刚才我们收到一番调查下来 专案组做出的是个 令人震惊的推测 他们怀疑 郭宾遇害的案子 极有可能跟他的大哥郭玉有关 可是事实真的如此吗 就在侦察员紧锣密鼓的 对郭玉进行排查的时候 有个意外突然出现了 产生纠纷的原因呢 我们暂时不得而知 不过根据调查 就在案发前后 这王亮啊 十分可疑 王亮 46岁 平时呢 是在城里头住 但是在海北村有块地 平时会回来 十的十的庄 调查显示 郭宾失踪之后几天里头 王亮一直在自家地头的这个采钢房里头 可是就在4月20号这一天 也就是找到郭宾医务的前一天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王亮突然不见了 邻居的反应呢 是不是 王亮前几天还在这个地里面 跟他下棋 也跟他借了这个地里面干活用的工具 那么在没有归还工具的情况下 这个王亮就突然回老家了 消失了 不在这个房子里住了 人反应他的地里面的活还没有干完 好不容易回来一趟 结果活都没干完就跑了 真是这么回事 当然了 您可能也会说 人家王亮家里头可能有什么急事呗 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另外一点就反常了 本着不放过任何一条线索的原则 侦察员对王亮地头的这个采钢房进行了勘查 可进去一看他们发现了 那房子里是井井有条 特别干净 就跟特意打扫过一样 匆忙离开之前 连借别人的工具都来不及还 结果自己竟然还有时间 把这房子好好的打扫了一遍 这符合常理吗 而且这还只是其一 还有一点啊 也让人格外在意 前头我们也说了 找到郭斌的遗体之前 警方先找到的是郭斌的衣物 外裤和内裤都被这个剪刀 或者是锐气剪破了 而经过勘查 王亮的这个采钢房里头有不少类似的工具 他们家里面的这个刀具也比较多 这些工具呢 结合我们前期勘查的这个 有这个衣服被剪破的行为 刑迹可疑 而且和郭斌一样 王亮竟然也有作案条件 一桩案件竟然同时出现了两个同样可疑的嫌疑人 这么一来问题就出现了 郭斌和王亮到底哪个才是加害郭斌的凶手呢 能够一锤定音的证据又该上哪去找呢 就在侦察员一时之间举气不定的时候 最为关键的项索终于出现了 还记得郭斌那些被剪破的衣物呢 经过不懈努力 在这些衣服上啊 侦察员终于有了发现 就在撕着衣服上就有了他的这个DNA了 为了提取到嫌疑人的DNA 警方呢其实是付出了不小的努力 因为我们本地的条件有限吧 然后我们送到北京市公安局 然后法医务人检警中心 在他们的协助下 我们共同把这个事情做完了 将近这一个案件 送点就将近送了一百多份检材 也正是在这种坚持不懈的追寻和合作之下 希望才终于降临 嫌疑人的身份总算得以确定 谁呀 话不多说 2021年4月27号 警方对嫌疑人展开了抓捕 我们一块去看一下 没错 虽然听不清楚 但是DNA比重的嫌疑人正是王亮 至于郭裕嘛 也有必要交代一下 经过检验 他小仓库里的血迹并非人血 而是未经过清理的动物血迹 郭裕并没有嫌疑 在专案组的不懈追踪之下 一级命案终于搞破了 面对警察 王亮承认 确实是他加害了郭斌 可问题是他和郭斌之间 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 为什么要做到 如此极端的地步呢 询问过程当中呢 王亮的回答令人意外 你们俩什么时候认识的 认识早了 大概有多少年 十多年起 咋认识的 我在地里面浇水 他去地里面认识的 人平时关系怎么样 平时没有来往 据王亮说呢 他和郭斌根本就无怨无仇 甚至连话都没说过几句 可既然如此 他为什么突然发难 加害郭斌 说起整件事情的前因后果呢 王亮似乎也是一脸的悔不当初 据他说嘛 这一切都要从一扇门开始说起 正像之前说过的那样 王亮在海北村有块地 而这块地呢 刚好和郭斌相邻 原本呢 在两块地的中间 隔着一条可以走路的田杆 而就在案发前不久 王亮在田耿边上拉起了铁丝网 当作院墙 并且呢 还开了一扇门 田耿是公共区域 开这扇门之前呢 王亮其实有必要和郭斌商量一下 避免不必要的矛盾 可遗憾的是当时呢 王亮或许就没想那么多 而郭斌呢 又是个不吃亏的主 于是呢 2021年4月9号傍晚 异常意料之外的冲突爆发了 当时郭斌开车从工地回到自家老宅 打算去看一下自家的地 路过王亮住的这个采钢房的时候 王亮新开的那扇门 引起了他的注意 他立刻就找到了王亮 他觉得是碍着他家事的 这样他家填梗了 然后就开始骂这个脏话去 但是然后这个王亮 当时就说 你一我开个大门 我影响到你啥了 两个人就开始慢慢升级 就争吵 很快争吵就升级为了肢体冲突 他的身体会好 气势引起 不过地里面还没注意 他上来把我 我和他脚背的时候 他上来把我冲 像冲了个暗倒的院 后来我摸了一块 蛇里面 他不压住 不压到恰住的时候 恰不得了 这个王亮 随时捡起一块石头 然后就击打在这个郭彬的头上 然后就后期就导致了这个 密案的发生 其实这个时候 王亮最应该做的是自首 主动承担罪责 但也许是彻底慌了 也许是还抱着一丝侥幸 接下来他做出的是一个错上加错的选择 他掩埋了郭彬的遗体 并且特意装作正常劳作 制造自己为心无愧的假象 哪怕已经察觉到警方行动的迫近 他依然没有主动坦白 反而选择了仓狂出逃 而最终 正像我们看到的那样 在他回家短短一星期之后 这就被警察给抓住了 案件进入司法程序之后 王亮一直在强调案发时 是郭彬掐住了他的脖子 他的生命受到了威胁 才在反抗的时候 用随手摸套的石头 尸手打死了郭彬 但是王亮所描述的情况 目前没有任何的相关佐证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王亮的行为该如何认定 他的行为有没有可能构成正当防卫 或者是防卫过当 我们可以一起来听一听专业人士的分析 但是这个案件里面面临的难度就是 犯罪行为王亮 他要证明对方是掐了他的脖子 或者是掐的力度很大 时间很长 导致他的生命 面临直接的威胁 那么这个在证据上 可能会面临一定的困难 那么在实验中 那么这种对他有利的这种事实 可能就没有办法进行论定 但是这种情况 也有可能会在量行中 以适当的考虑 王亮最终会受到什么处罚 自由法律去定夺 回头再看今天这件事 就算王亮说的是真的 但是填梗上开扇门 为什么会最终引发一场悲剧 过边强势 容易冲动 绝不吃亏 而王亮也不理智 占用公共区域之前 没有和邻居商量 而在邻居找上门之后 他也没有抱着解决问题的态度 去跟对方好好沟通 其实人际交往当中难免会有矛盾 面对纠纷 就算我们无法拥有 让他三尺又何妨的胸襟和嫉妒 至少也得学会心明气和的交涉 用理性约束行为 用沟通换解矛盾 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化干戈为玉帛 避免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 牛奶家花生 大力康小恶 银龙牛奶花生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 如果在您身边有什么希望发生的话 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流浪方式告诉给我们 好让大家一起来分享 好 各位观众再见 感谢观看